第951章 河里的鱼 注意隐蔽 不要出声 所有家长会成员躺在山野里 用迷彩西部盖住自己的身体 连一口热气都不敢露出去 很快 一艘李氏的以及浮空飞艇 从天上快速飞过 直到它走远了 大家才松了口气站起身来 并将西部叠好塞进怀里 等待下一次使用 西部在户外 也是非常好的救命道具 如果你困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地方 裹紧西部 它可以反射你身体散发出去的热辐射 从而达到保温的作用 这是荒野生存里最后的一页 因为这块西部 能帮你熬过一个寒冷的夜晚 简单 却实用 众人站起身来 继续前进 一直听说银杏山上那位老爷子挺狠 现在算是见识到了 罗万牙看着小七整理出来的物资名录 真就没打算让咱们吃饱啊 物资里 药物真是应有尽有 别说抗生素了 对方连避孕药都给他们备着呢 但食物 真是只够一点点人救命用的 看到这里 罗万牙差不多就明白 老爷子是存了心想让他们走到底 用这七千公里距离 来磨练出一只能用 好用 纯粹的队伍来 走出去吧 全都活着走出去 罗万牙感慨道 这些人先前大部分都在城市里生活 蜀巢来临时 他们别无选择 只能面对 如今是给他们一个可选的路 想跑就早点跑 该留下的都留下 等走完这七千公里 怕是就要打硬仗了 这时 罗万牙身上的卫星电话响了 沁尘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情况怎么样 能不能撑住 能 大家走了两天 虽然疲惫 但精神面貌好了很多 罗万牙毫不犹豫地说道 老板 你先去管别人吧 不用管我们 虽然这里又苦又累 但他知道 中原还有个烂摊子等着收拾 自己这时候再提需求 沁尘恐怕就要疲于奔命了 所以 罗万牙选择报喜不报忧 有没有什么困难 沁尘问道 有一点 大家都有点讹 小七在旁边说道 罗万牙当即瞪了他一眼 沁尘在电话对面迟疑了一下 河里的鱼不够 你们吃吗 什么意思 罗万牙愣了一下 他们也很少来荒野 所以没什么经验 庆尘说道 你把血滴进河里就知道了 家长会成员 还能被饿死在路上吗 别把自己过得那么苦 磨练归磨练 倒也不必给自己 强行增加这种难度 罗万牙 山野的河流是危险的 这是一种共识 因为河里的鱼类 全都具有了极强的攻击性 但这种攻击性 现在对家长会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福音 罗万牙带着小七他们 来到一条河边 干脆果断地割开手心 任由自己的血液 滴在河水里 B级超凡者的血液 对河里的生物 有着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短短30秒时间 那河水 简直就像是沸腾了一样 河里的鱼类 全部翻越出水面 好像要吃了岸边的罗万牙一样 快快快 把鱼都抓起来 让C级以上的高手 都过来抓鱼 罗万牙激动地喊叫着 他娘的 这河里这么多鱼 都是给我们存的呀 因为河流太危险的缘故 联邦的捕鱼液一直很弱 鱼类在里面凶猛繁殖 也没什么人吃 而现在 这些鱼类 全都成最好的食物 鱼固然危险 但它的速度 怎么可能比C级高手更快 有家人 饿了不知道多久 抓到鱼就想生吃 罗万牙交代道 不能生吃 和鱼身上的寄生虫非常多 可我们也不能生明火呀 小七说道 会被发现的 如果老板在的话 会怎么做 找个山洞 用烟熏鱼 罗万牙斩钉截铁地说道 去几个人 把河里的情况 告诉其他队伍 趁着李师傅空飞艇 刚刚巡逻过去 全体抓鱼 集中熏鱼 家长会忽然停止前进了 所有人聚集在河边 跟疯子一样抓鱼 而河里的鱼 争先恐后地送上来 这哪是鱼啊 这分明就是大家的福报 到了第二天 河里就没什么动静了 原本还很危险的河流 现在安全地 甚至可以下去洗个澡 洗个衣服 也快 整个树林里 全是杀好的鱼 挂在树枝上 风干晾晒 先晾干 然后再分批进行 烟熏36小时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32万家人过境 竟是硬生生 把一条河的某个流域 给吃光了 小七看着身后的鱼干 真是的 我本来打算好好磨砺 一下自己的意志来着 老板这一开口 就让我破功了呀 罗万牙笑着拍拍小七 话别说这么早 徒步七千公里山路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他考验的不是身体 而是意志 B级都未必扛得住 但曾经的一些先被扛住了 家长会继续前进 玉山翻山 玉河渡河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山路上 小七问道 诶 那位老爷子这么厉害 应该还有其他的后手吧 不知道 应该有的吧 但不知道埋在哪里 罗万牙回应道 他老人家 现在肯定正忙着筹划一切呢 此时此刻 五号城市 银杏庄园里 李可柔穿着一身白色的正装 手里抱着一块液金板 踩着高跟鞋走入办公室 这里开着一扇密钥之门 一根线从密钥之门对面连进来 一路连到一台虚拟舱上 他走到虚拟舱旁边 用手指敲了敲边缘 老爷子 11333那边的任务完成了 老爷子从里面坐起来 完成了吗 让11001那边的进度再快一点 李可柔点点头 明白了 对了 这里还有一篇攻略 是通关17号多元世界的线索 但发布攻略的人自己并没有通关 好 我看看 老爷子拿过液金板 全神贯注地看了起来 李可柔迟疑很久 10号城市那边的情况不太好吧 家长会这次吃了闷亏 我们不需要再做点什么吗 老爷子头都没抬得回应道 不用做什么 这个时候 有人环似在侧 庆室的军事部署不能动 放心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剩下的 该请陈来做了 说完 老爷子快速看完攻略 竟又重新躺回了虚拟舱里 朱神豪空中要塞快速往西南方向行驶 他已经爬上米高度 没有丝毫的颠簸 庆尘坐在指挥席位上 陈渝站着 他坐着 已经是毫不遮掩的样子了 在他面前 是一个个乖巧的 像安纯一样的城市军官 各位刚刚那一战辛苦了 拼掉了一座空中要塞 又拼掉了一百多艘浮空飞艇 最终全身而退 庆尘笑着说道 指挥官心中发苦 您是一点 没把那座陨落的朱天号放在心上 这能叫全身而退吗 合着不是自家的不心疼是吧 他们偷偷看向陈渝 却见对方目不斜视地看着窗外 就像一具木偶一样 这时 一艘喷涂着银杏叶标志的浮空飞艇 从西南飞来 空中要塞的作战人员 打开出路通道 却见空中要塞最顶端的甲板 骤然打开 巨大的合金天目 向两侧收缩回去 容浮空飞艇 落在内部的停机坪上 合金天目重新关闭 将阳光都遮挡在了外面 沁济 黑蜘蛛 一 零四人从浮空飞艇走下 在陈氏士兵的指引下 走入要塞内部 与沁城会合 下一刻 沁济撑开暗影之门 却见里面一个个沁士部队的军官与士兵走出来 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要塞的控制权 就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 军官与士兵一个个鱼贯而出 熟悉地走上操作岗位 沁城愣了一下 一座要塞的建在士兵和军官 少说也要三千多人 你这么快就能拉出一支队伍来吗 他们早就在等着了 沁济随口说了一句 他们都是权杖号上轮换下来的 几个月前 就一直在八号城市隔离待命 放心 都是养精蓄锐 也都让巨人心灵感应过了 一位中年军官来到沁城面前笑道 老板 我叫沁婉 当初负责给神明权杖天机武器 制导的就是我 哦 就是你轰的十八号监狱 沁城突然挥散了其他人 压低了声音 等等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八号城市待命的 就在哄开十八号监狱之后的第二周 沁婉说道 沁城忽然就明白 禁忌物Ace 002天地棋盘到底有什么用啊 山野里等待着家长会的影子部队 早就等待着 接管朱天号的要塞士兵 一切都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有人在那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未来 难怪老爷子当初费了那么大的劲 要用那么大的声势掩护着 将天地棋盘 从十八号监狱里取出来 沁城看向沁记 老爷子还准备了什么 不知道 沁记摇摇头 所有事情都是保密的 每个部分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彼此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 明白了 沁城点点头 老爷子这是防止有人通过他的举动 预判到很多事情 从而改变已经确定的事情 难怪先前沁室内乱的时候 对方一直沉寂着 对方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做 而是在那个时候 有比处理内乱更重要的事情 沁城自言自语 我一直好奇 你们是怎么找到 陆导李炳熙劫发妻子的 还那么及时地阻止了对方复生 按理说 李炳熙应该非常谨慎才对 沁记说道 是老爷子划定了一片区域 让我们去搜索的 可惜的是 如果我们再早点 说不定可以直接杀了老妇人 让她直接夺走李炳熙的命 当时在002号禁忌之地外面 沁准成为一刻中的神明杀李炳熙与陈瑜 这两位半神都有后手 李炳熙携带着童心锁 死后就会以自己结发妻子 生命为代驾 复活 但她失败了 估计连李炳熙都想不到 自己藏的那么好的妻子 怎么就会被沁室找到 沁城又回想着 自己被抓去A02基地的时候 老爷子清楚地知道 自己会从地下河的哪吱吱流飘出来 而且对方分明知道自己 被抓走之后 还能活着回来 并通过这件事情 成为沁室内部最有威望的新一代领袖 沁城看向沁己 老爷子是不是也知道 十号城市会发生鼠潮 知道 沁记说道 沁城问道 为什么不提前救下那脸 那是数百万生命啊 沁记看着他说道 首先 老爷子并不知道 神代牵斥的尸体被藏在哪了 其次 你获得了一座城市 并依托这座城市 发展出了百万家长会成员 如果什么都没发生 你就来不及做很多事情 太狠了一些沁城叹息道 当时你们有机会炸开城墙 让大家逃命的 不行 那样的话 蜀巢没有金属风暴 制约会跑到荒野上 不用西大陆来 我们就已经无法面对了 沁记认真说道 那会是全人类的灾难 蜀巢会先进入荒野 肆无忌惮地将一切生物当作养料 待到成规模之后 他们会先吞掉十八号城市 然后再不断扩散 三个月内 联邦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沁城恍然明白了一件事情 老爷子比西明师更厉害一些 因为西明师看到的只是确定的片段 而老爷子甚至可以通过变量 看到更多种可能 所以 现在发生的一切 是老爷子自己选择的吗 沁城不再思考 他喊来黑蜘蛛 风暴号在远征之前 还会不会回风暴城 不会了 黑蜘蛛摇摇头 他会在中央王城停留 沁城又对沁记问道 暗影之门能不能开到中央王城 不能 我没去过 沁记摇摇头 这时 黑蜘蛛说道 给我一枚金色真实之眼 我来试试吧 也许我能直接把密钥之门开到那里去 林忽然饶有兴致地问道 维克多大到七十八号 黑蜘蛛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你是谁 林笑了笑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第952章 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们这次去西大陆的目标 是什么一号奇问道 想办法从根源解决掉 裁决者的威胁 沁城说道 另外 再给西大陆的朋友们 变个魔术部 魔法沁城不是沁诊 沁诊是一位普通人 直到他生老病死时 都没成为一位超凡者 但沁诊没有成为超凡者 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智商 已经完全够用了 即便不是超凡者 也能拯救世界 这位沁氏先祖 最终确实以自己的智慧和隐忍 算计了零 结束了那场智械危机 但沁城是不一样的 他更强的是计算能力 在谋划能力方面 要逊色于沁诊 所以他面对危机时 更多的是遇到问题 解决问题 如果说沁诊能走一步 看百步 那沁城可能就是走一步 看三十步 这或许就是 他和沁诊的区别了 当然 他未必要成为谁 他有自己的路 此时此刻 黑蜘蛛站在诸神号空中要塞的指挥室里 手中拿着一枚金色的真实之眼 他似乎有点犹豫 庞佛他 自己也不知道 是否应该打开 这扇密钥之门 维克多大道78号 是什么地方 有什么秘密吗 为什么会笃定 自己开的门 会在那里沁城问道 黑蜘蛛摇摇头 没有什么秘密 对其他人来说 也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说完 他鼓足勇气 将手里的那枚金色石头 嵌在门上 石头与门连接的缝隙处 有红色的烧镯痕迹出现 就彷復一块高温的恒星 正在溶解金属 甚至要流出红色的铁水来 拧动石圈 波纹在门上荡开 庆尘要往里面走 结果庆记拦住了他 自己先进去查看了一眼 这才对庆尘说到 安全但屋子很奇怪 黑蜘蛛看了庆记一眼 这位大妖庆层 从来都没有信任过其他人 也从没有忘记过自己的责任 他担心黑蜘蛛开的门 背后有危害到庆尘安全的陷阱 但他自己却毫不犹豫地进去查看 我进去看看 庆尘抬脚走进去 维克多大到78号 是一栋典典型的西式连排别墅 二十多户人家 连成一条条长长的街区 每一户都有三层 进入密钥之门 庆尘看到面前的壁炉里 满是灰尘 地上的红毯上 墙上都有干涸的血迹 他微微皱起眉头 这栋别墅更像是一个鬼屋 林在他身后说到 14年前 维克多大到78号 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妻子杀死了丈夫 留下女儿独自一人 在寄宿学校生活 黑蜘蛛跟着走了进来 他轻声说道 我从小生活在这里 父亲去世之后 母亲又找了一个男人 男人的事业 在温迪侯爵手下 担任一家纺织厂的经理 收入比大多数公民都高一些 他会带黑蜘蛛母女 出入高档餐厅 也会带着他们 一起去海边度假 黑蜘蛛以为 这是一位不错的继父 直到某一天 他们前往海边别墅 但进入房间后 继父就将黑蜘蛛的母亲 反锁进房间里 带着黑蜘蛛 去海边捡贝壳 再回别墅时 黑蜘蛛看见温迪侯爵坐上车辆 而母亲则在房间里哭泣 身上都是淤青 那时候的她还很懵懂 只知道发生了很不好的事情 这样的日子过了七年 直到温迪侯爵 不再喜欢她的母亲 男人被降职了 男人开始酗酒 喝多了之后 便会骂黑蜘蛛的母亲 是贱货 是妓女 她的母亲只是默默忍受 没想过离开她吗 沁尘听到这里问道 有 黑蜘蛛说道 我问母亲为什么不离开她 母亲说需要她的薪水生活 供我上学 她可以忍受这一切 后来发生了什么沁尘问道 我十七岁那年 她喝多了 将母亲反锁在房间里 然后侵犯了我 黑蜘蛛平静地说道 等事情结束之后 她回到房间里睡觉 而母亲则去厨房拿了餐刀 趁她睡觉捅了十一刀 她挣扎着往楼下跑 但踉枪着摔下楼梯后 再也没有起身 母亲杀了她之后 因为不想成为奴隶 所以也喝要自杀了 我继续念书 直到在学校里 被裁决者组织选中 那是另一个噩梦 黑蜘蛛 这里是我最憎恨的地方 也是我最怀念的地方 挺矛盾的 我一直想要回来 把这里收拾干净 但一直没有勇气 沁尘点点头 开始工作吧 黑蜘蛛论了一下 这种惨烈的经历 一般作为老板 好歹会安慰员工几句吧 这些情绪要开始工作了 林不是说这位老板 有情有义吗 还是说 自己依然只是个外人 并不值得被关心 虽然黑蜘蛛 也并不需要这一切 但当他把这些事情 说出来的瞬间 而沁尘又是这种 公事公办的态度 让他觉得微有点别扭 此时 沁尘站在壁炉前面 伸手抹撒着上面 干涸的血迹 黑蜘蛛 摁黑蜘蛛立马看过去 沁尘看向他说到 先把房间打扫一下 我们接下来 就住在这个地方了 黑蜘蛛 好 不用那么麻烦 买几个全地形扫地机器人 就好了 我已经下单 等会儿就会有人送过来 林说道 沁尘愣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下单的 林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西大陆机器人的功能 比你想象的多 十分钟之后 有送货机器人上门 送来了全地形扫地机器人 却见那几只六爪蜘蛛 一样的机器人 先将屋子扫描了一遍 然后开始爬上爬下 全面清理墙壁 屋顶 地板 壁炉 他们肚子后面的脏雾带 渐渐鼓囊起来 看起来就像一只真的蜘蛛一样 庞佛使劲捏一下 就会爆开花花绿绿的枝叶 沁尘叹息设计者的恶趣味 大半夜我看到这玩意 在天花板上也会吓一跳吧 林笑着说道 我倒是觉得挺不错 沁尘看向林 这不会是 你的设计的吧 林 是我 沁尘我现在可以走到街上去吗 会不会被识别出来 只要罗斯福王国还没发现 我在帮你 就还可以 林说道 但我依旧建议你 不要以自己的面目去街上走动 罗斯福王国 已经开始通缉我了吗 沁尘问道 不 林摇摇头 是你的粉丝有点多了 沁尘愕然 自己作为敌对势力 竟然还有粉丝 林走回密钥之门背后的诸神豪 空中要塞 接下来 沁尸的军队就归我调配了 不后悔 沁尘认真沉思片刻不后悔 林笑着走进门里 当然 你如果觉得 我某个决定做错了 到时候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也可以随时解除我的指挥权 我了解人类 所以不会觉得这有什么 这位林依然 没有信任人类 这对他来说 更像是一场游戏 他会选出自己的最优解 然后等待着人类质疑的目光 以此来证明 人类还是一千年前的那个人类 没有什么改变 人工智能 也依然无法和人类共存 沁尽也离开了 屋子里只剩下一 沁尘 黑蜘蛛三人 临走之时 他还专门搁到黑蜘蛛警告 不要有任何小心思 不然我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黑蜘蛛没有说话 他只是回到自己幼时的房间里 坐在已经打扫干净的床上 出神地望着窗外 他看见房间里的相框 也被扫地机器人当作垃圾 一并打包带走 于是赶忙将扫地机器人拦下来 将自己与母亲的合照抱在怀里 继续坐在床上发呆 楼下传来沁尘的声音 一 帮我调集网络里的所有新闻采访 收集所有人物照片和信息 只有民用网络 一说道 其他地方都有数据要塞 没有非常强大的服务器 根本进不去 没事 民用网络就足够了 庆辰说道 这一次 我们先用魔法打败魔法 一用手上的数据线 连接了液晶板 他在搜索民用网络报道时 液晶板便会不断闪过 一个个人物照片 庆辰聚精会神地看着 那一闪而过的照片速度极快 正常人看到这一切 恐怕只能看见一个虚意 一忽然问到庆辰 你和泱泱确定关系了吗 液晶板上的画面顿住了 庆辰抬头看向一世的 怎么了 没事 一摇摇头 液晶板上的画面 再次开始闪动 一蜷缩在沙发上 看着眼前的壁炉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到了夜晚 黑蜘蛛正在床上发呆时 外面传来敲门声 他惊醒过来 下床 打开门看见庆辰就站在门外 黑蜘蛛着着 庆辰笑意盈盈的面孔 下意识地鸣起嘴唇 隔了两秒他才说道 能不能不在这里 我们换个地方 还有我身上有伤疤 你可能需要关掉灯 当然如果你喜欢伤疤的话 就不用了 庆辰愣了一下 想什么呢 帮忙去买点菜 做点东西吃 黑蜘蛛脸忽然红了哦 不好意思 我这就去等等 我可以独自出去吗 为什么不能庆辰反问 你不担心我去告密吗 比如将你的位置 告知罗斯福王室 黑蜘蛛问道 庆辰摇摇头 不担心 去吧 对了 买一身新衣服吧 我感觉你并不喜欢这身黑皮衣 好好的 黑蜘蛛捋了捋头 发匆忙下楼 庆辰在他身后的楼梯上 忽然说到以后 你都不用出卖自己的身体 来讨好谁了 起码在我这里不需要这样 黑蜘蛛回头在台阶下 看着上面的那个少年 但这是获取情报 与新人的最快方式 这就是我的优势 我很漂亮 不是吗 是的 你很漂亮 但获得情报的方式有很多 你可以不选择这一种 庆辰说到去买菜吧 事实上 就连庆氏密谋司的药损们 都经常使用类似的美人剂 这是策反敌方核心人物的 主要手段之一 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 女性要损 甚至会专门接受训练 在情报课堂上 男女间谍脱掉自己的衣服 学着如何放弃自己的人格 学着如何为达目的 不惜一切手段 这是时代给予人们的观念 真操与生命 人格 都没那么值钱 李氏 庆氏 有好的一面 也有坏的一面 只因为他们也是 助力在民众血肉之上的财团 庆辰认为 他们这些时间行者 来到这个理事界 一定要改变一些东西才行 所以 密谋司内部 现在已经严禁使用 这种策反方式了 也许庆辰有些理想化 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 待到世界和平的那一天 财团也要随着战争 一起烟消云散 黑蜘蛛茫然地走在街道上 走在缤纷的全息霓虹下 他抬头看去 却见左边巨大的全息霓虹 在他头顶舞动 一个女人用喘息着的声音说道 粉红大厦 这里有你需要的一切 右边是征兵广告 一位男爵西装革履地 拿着雪茄 功勋 金钱 女人 想要就来加入军队吧 凭自己的双手 获取一切 身后是博彩广告 再往前 则是公然出售的多巴胺芯片 街上 到处都是摄像头 到处都是皮包骨头的奴隶 还有奇装异服的白人公民与贵族 黑蜘蛛站在一扇橱窗前 看着里面好看的白色连衣裙 他走进去 拿着连衣裙 走进十一间换上 然而他看着路间连衣裙之外 那些没有衣服遮挡的皮肤上 满是纵横交错的边痕 忽然又沉默着 将连衣裙脱掉 重新换上了自己的黑皮衣 店里的销售员 看着他好奇 问道是尺寸不合适吗 合适 黑蜘蛛回应道 但我不想买了 在销售员惊恶的目光里 他走出服装店 静止地往生仙超市走去 过去的某些生活 似乎早就已经离他远去了 而那些生活里 给他留下的伤疤 却好像永远也无法抹去 全身换成难民仿生皮肤可以 但太昂贵了 他过去的账号 连带着七个匿名账户 被风暴公爵一起冻结了 只剩下一个匿名账号没被发现 但里面根本没多少钱 所以根本换不起 不过 黑蜘蛛以前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 现在不同了 黑蜘蛛拎着蔬菜 回到维克多大到78号时 一进门便开门见山地说道老板 我要工资 沁尘转头看向他想要多少 黑蜘蛛计算片刻 月薪120万 工作十年 他就可以更换全身纳米皮肤了 沁尘想了想说道 你之前都没开口要过工资 黑蜘蛛有些迟疑 你要不想给的话 也没关系 沁尘笑着摇摇头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放心 我会给你支付工资的 而且在战时 我会支付你双倍 为什么 黑蜘蛛疑惑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沁尘笑着说道 因为我现在才感觉 你像是一个活着的人 第953章 沁尘的黑魔法 沁尘坐在沙发上看着夜经版 眼睛盯着屏幕上闪烁的画面 正聚精会神时 厨房里传来若有若无的歌声音说道 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沁尘头都没台 嗯 生活有了新的希望 就会这样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黑蜘蛛被放弃在黑夜园里 成为了风暴公爵的气子 他从那时候就开始反叛 为巨人王朝和家长会提供情报 但他始终没有彻底融入这个群体 就像是人朝里最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没有快乐 没有目标 没有希望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就像一个机器人似的活着 活着只因为没有死去的勇气 仅此而已 黑蜘蛛就像他的母亲 当生活的磨难来临时 他们的选择就是隐忍 直到忍不下去的那一刻 可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了 他突然有了新的希望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 他的人生开始渐渐地属于他自己了 而不是属于其他什么人 你觉得 他为什么突然需要钱 而且还是这么多 一号祈祷就算是庆年 一个月工资也才120万吧 但那已经是影子部队里的负责人了 庆氏是十八星 也就是除开每个月120万以外 年底还会发六个月的工资 作为奖金 财团就是吸纳着整个社会的血 来供养着自己的成员 庆辰抬头想了片刻 你当初又是因为什么 那么努力地赚钱 依在沙发上不自在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将自己的双腿盖在裙摆 女朋友 啊 我都说了 我以后不枉恋了 依气急败坏地说道 行吧 庆辰笑了笑 我替那些少女感谢你 一转一话题 你为什么要看这么多照片 记住他们是为了什么 为了我说的那个魔法 庆辰笑着解释到过几天 你就明白了 这时 黑蜘蛛端着三分一面走出来 还有两盆沙拉 我不会做东大陆的食物 你们先凑合吃一下 我尽快学习 依笑着说道 我不吃饭的 黑蜘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似乎又印证了某些猜想 依在一旁问到你的真名叫什么 黑蜘蛛愣了一下 原本轻松的神情 竟快速黯然下来 我叫 庆辰拦住了 他笑着说道他 给我说过 在西大陆 不要随便问别人真名 他会以为你想要钳制他 在这里 一旦把真名交给别人 就意味着 把生死全交到了别人手上 据我所知 才觉者们吸出的一些禁忌物 都可以根据真名来做一些事情 一不好意思道抱歉啊 忘记这件事情了 我就是觉得 叫你黑蜘蛛不太好听 你那么漂亮 叫这种名字太恐怖了 黑蜘蛛沉默许久后笑了笑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有一天我会改掉这个代号 但还不是现在 请坐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 你也是裁决者 而且是非常厉害的裁决者 是否可以诅咒一些裁决者 庆辰问道 黑蜘蛛回应 裁决者彼此是很难相互诅咒的 只有风暴公爵知道 所有人的真名和生日 想加入裁决者组织 就必须告知真名和生日 真名是否可以被改变 判定真名的依据 又是什么 庆辰吃着意面和沙拉问道 是父母给你的第一个名字 户籍信息上登记的名字 别人认为 你叫什么名字 亦或是大部分人 对你认定的名字 裁决者的黑魔法诅咒 其实是一个很古怪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名字 例如一个人 他本名是陈宇 但大家有时候叫他大宇 有时候叫他中宇 有时候叫他小宇 那是只有诅咒陈宇的时候 才管用吗 是以其中一个为准 还是以某一个为准 庆辰要先知道这件事情 才能有目标的针对 判定真名的依据 是你第一次向别人 介绍自己时所说的名字 不可更改 黑蜘蛛说道 庆辰皱起眉头 如果是以这种方式来界定 那罗斯福国王的真名 都未必姓罗斯福啊 他很有可能叫德州扑克 巨无霸牛肉宝 红色内裤 因为这完全是可控的呀 对方只需要跟自己 最亲近的父母 自我介绍一遍 然后就会有一个 谁也猜不到的真名 庆辰会卡bug 人家也会卡 唯独东大陆有点尴尬 大家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 大概率都是说的本名 幼儿园要自我介绍 小学也要 中学也要 当然 也会有人真名叫 迪加奥特曼 圣斗士兴师 雄大 喜洋洋 光头强之类的奇怪名字 但这种概率是很小的 黑蜘蛛说道 抱歉 我曾经也努力调查过 其他人的真名 但失败了 庆辰笑了笑 没关系 黑蜘蛛看着他 问道不需要惩罚吗 庆辰问道以往 你没有办成事情 就会受到惩罚黑蜘蛛点点头 他似乎想起一些回忆 身体肌肉有些紧绷 庆辰若有所思 那你带队搜查我的时候没有找到 也受惩罚了吗 黑蜘蛛又点点头 庆辰说道抱歉 那时候立场不同 你经常对下属说抱歉吗 黑蜘蛛疑惑 不经常 庆辰摇摇头去休息吧 这里 暂时没什么事情了 黑蜘蛛默默地回到自己屋里 坐在那张幼时的单人床上 继续正冲望着窗外 下一刻 月光从外面泼久在他的身体上 如果没有那些疤痕 这将是一具完美的躯体 黑蜘蛛拿来一柄匕首 用打火机将刀身烧热 然后贴在自己的大腿内侧皮肤上 火热的刀与皮肤贴在一起 发出轻微的烧灼声 他浑身疼痛地额抖起来 可是 今天似乎与以往不同 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黑蜘蛛沉默许久 他忽然拿出自己的夜经板 在网络上缩出沁尘的照片来 一边看着 一边烧灼着刀身 然后再次贴在大腿内侧 这一次 他的神情里 有着病态的满足感 回归倒计时零点十分零秒 黑蜘蛛坐在客厅里 看着依然在不断观看 各种照片和新闻的沁尘 有些疑惑地问道 老板 你来西大陆已经两天了 但这两天 你连门都没有出 只是一直不停地 搜索着民用网络 看所有新闻和照片 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计划 沁尘抬起头长 说了口气 其实这件事情里 我的作用并不大 主要还是 依靠我旁边的这位女孩 一抬头笑了笑 很有趣的计划 也许下次再来时 你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黑蜘蛛见他们不想说 也就没有多问 他知道 沁尘不可能完全信任他 他也还不算是自己人 他平静说道 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有什么事情 可以随时叫我 嗯 沁尘点点头去吧 带到黑蜘蛛离去后 一小声说到沁尘 你和泱泱发展到哪一步了呀 沁尘哭笑不得 你怎么这么八卦了 小孩子不要问这些事情 原来已经发展到小孩子 不能听的阶段了吗 一大惊 回归 当世界重新亮起时 沁尘并没有睡觉 而是紧张地忙碌起来 穿越之前 他已经与泱泱告别 回到了京岛之上 此时 他拿着一枚小小的黑色硬盘 站起身来 而面前则是一台台计算机 和等待着的家长会 沁尘将硬盘插入电脑之中 里面的程序 快速分流到上百枚硬盘之中 下一刻 上万名家长会成员 分成一百多只队伍 分别拿走属于各自的那枚硬盘 一个个走入密道之中 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过隧道 来到昆仑的任一门基地 空旷的基地里 四周墙壁上 牵着一条条旋转楼梯 和一扇扇密钥之门 小七 小五 小三 各自领着自己的队伍 走上旋转楼梯 在每一层里 找到自己的那扇密钥之门 去往自己要去的地方 昆仑成员早早便等在这里 为他们开门 并时刻准备接应 当家长会成员 与昆仑成员擦肩而过时 昆仑成员会 小声提醒到注意安全 庆尘与郑远东 并肩站在天井里 看着家长会成员 一个个走进密钥之门 消失不见 就像目送着战士们奔赴战场 奔赴世界各地 家长会如今的队伍 真的很壮观 你觉得这个计划有用吗 郑远东问道 庆尘摇摇头不确定 伦敦 小七带着一百多名家人走出来 他站在门口 拿着一块平板 平板上 接着他们刚刚拿到的外接硬盘 平板上跳出一个地图来 标注了路线 并用中提醒他们 跟着导航前往伦敦警示厅 是这里了吧 小七问道 跟着导航呢 应该没有错 一名家人说道 夜里的伦敦警示厅很安静 门口连个站岗的人都没有 小七想了想说到 来之前老板交代了 也不能太没礼貌 咱们态度尽量好一点 咱也不懂婴啊 有人说道 小七挠了挠头 特么的你们一个会婴的都没有吗 你自己都不会 干嘛一副指责的样子看着我们 这时 小七手里的平板上 跳出一行字 我来帮你们沟通 小七乐乐老板给的平板 还挺智能啊 是不是京岛总部上 还有人帮忙实施跟进任务呢 他们走进警示厅 里面的伦敦警察 看见一大票人闯进来 顿时就惊了 小七笑容满面地举起平板 语气非常温柔地说道兄弟 把双手举起来 自己去一边靠墙站着 别逼我们动手 谢谢合作 平板上亮出一串音 伦敦警察当场就要拔枪 结果一个个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制服了 信号屏蔽 出入口封锁 短短十分钟 家长会就完成了从内到外的封锁 小七将平板上的硬盘 接入警示厅的户籍电脑里 那台电脑自动调转到登录界面 仅仅一秒钟密码便被破解 电脑里一张张照片快速闪过 一封封户籍被快速比对 伦敦警察趴在地上看着这一幕 愣是想不通他们在干什么 然而就在此时 电脑上忽然出现一个提醒 比对成功 小七看了一眼 点了一名家人出来说道去 就在伦敦布里克巷28号 带他回京岛 那他要是不愿意怎么办 家人问道 他必须愿意 小七认真说道 虽然老罗让咱们人性化一点 但你 我要懂事一些 要明白这些人的重要性 而且关系到多少家人的性命 这个时候 我们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也没那么多时间去好好劝说他们 所以不要妇人之人 有什么骂名 我们背着就是了 对了 如果有人阻拦 你记得尽量说几句韩语 或者日语 家人吐槽到这时候 还斗这种机灵 放心 我们不会把他们怎么样的 不愿意配合计划的 我们会施展警守秘密鼠 放他们回来 还会给一笔酬劳 小七说道 这就是庆辰要做的事情了 精准制造时间行者 他先是在理事界民用网络里 搜索大量的新闻报道 在那些新闻里 充斥着大量的权贵人物样貌 庆辰确实不知道他们的真名 可知道样貌就足够了 紧接着 他又利用家长会如今 在全球的统治力与机动性 开始对全世界所有国家 城市进行检索 寻找那些失落的时间行者 就像补屑船船长张俭一样 从穿越事件开始到现在 甚至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事实上 还有大量的潜仓时间行者 散落在世界各地 而这些人里 或许就有罗斯福王国的某个关键人物 当然 这不仅要容貌一样 还要名字一样 也许在全球七亿人里 能够比对成功的 有数万人 但真正能够穿越成功的却很少 但庆辰不需要太多 只要让他找到十个关键人物 或许就能 再在理世界西大陆 撕开一条裂缝 对方会黑魔法 庆辰也会 第954章 隐藏的时间行者 澳大利亚 悉尼市 小三坐在一间空中豪宅里 客厅的地面上 铺着路易十五萨瓦纳瑞地毯 这条地毯 在2000年 嘉世德拍卖会上出现过 以3100万人民币成交价 被人匿名买走 此时就静静地铺在地面上 旁边的悬吊式壁炉里 燃烧着红螺炭 屋里温度很高 却一点烟尘 都没飘散出来 这红螺炭 在清朝时期是皇家专用 冬天 贵妃也就能用个十五斤 想多用也没有 小三感慨 这玩意多糟见钱啊 装个地暖不好吗 到了冬天 为北方集中供暖 穿着短裤短袖 踩在温温的地板上 脚丫子都是暖和的 还省钱 他身旁的家人 吐槽到人家这是格调 烧的就是钱 小三转头 看着眼前稍显富泰的中年人 所对一旁的家人说道 我们这次好像找到大鱼了 比对结果说他非常重要 但我们该怎么说服 他跟我们走 他好像也不是很缺钱的样子 别人拿着十万块钱 就跟着走了 他应该看不上十万块 就在旁边 这位澳大利亚富豪的保镖 倒了一地 而出手的人 也就只有小三一个 法外狂徒吊三 其实已经很久 没有亲自出过手了 他身边的蟑螂小金 足以帮他完成 大部分战斗任务 目前 说他是家长会自庆臣以下 战斗力最强的家人 一点也不过分 唯独有一点不好的是 他的战斗力 只存在余力世界 到了 表世界他没了蟑螂 还得亲自动手 富豪面色阴沉着 坐在沙发上 一动不动地看着面前的 不速之客 小三耐心说道 这位先生 我们是很友好的 虽然我们放倒了你的保镖 但我们依然是很友好的 他们不会有事 甚至不会有伤 睡一觉就会醒来 富豪还是一言不发 一旁的家人小声说道 他应该是听不懂我们说话 要不干脆绑了吧 家长等着这些人 去实施计划呢 那么多人应在黑夜园 总是出不去可不行 不行 要有礼貌 小三对平板说道 你能帮我翻译一下吗 平板上出现一行字 可以 小三用屏幕 对着富豪说道抱歉 很冒昧的深夜打扰到你 但是你能跟我们走一趟吗 平板快速将这句话翻译成音 富豪看到后 冷声用音道你们是谁 知不知道绑架我的后果 我劝你们现在就离开 不然我太太会向全世界 悬赏你们的人头 到时候所有超凡者 都会来追杀你们 小三看向平板 他怎么说的 愿意跟我们走一趟吗 平板 愿意 小三顿时松了口气 那就好 说完 他和家人一起 将富豪嫁了出去 家人低估到 他好像说了很多话 但翻译就两个字 小三的身心顿了一下 不重要 下楼时 刚巧电梯里遇到女邻居在 对外看看他们俩 性看高豪走近你 富豪脸上 还溅着保镖的血 顿时尖叫起来 小三和家人面面相去 小三赶忙对女人说道 斯密马赛 斯密马瑟 抱歉 抱歉 家人则同时说着 阿喜吧 小三看向家人 家人看向小三 俩人一个说日语 一个说韩语 一个说对不起 一个骂人 硬生生 整成了日韩联合行动 钉的一声电梯门打开 两个快速走入地下车库 并在当地的九州成员掩护下 往密钥之门方向撤离 坐在黑色的商务车上 小三还在小声嘀咕着 下次都说日语知道吗 行 类似这样的邀请行动 还在世界各地开展着 每邀请一个人 他们都会直接带到金岛上去 送到战争要赛里 这一晚上 一万多名家人 通过密钥之门来回穿梭 格外忙碌 但事情进展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倒也不是大家 遇到了很棘手的人物 而是有些人真的不太好找 国外很多地方的交通 也是真不方便 小八比较倒霉分去了印度 他在户籍库里比 对成功了十来个人 结果对方住的地方 连个公共交通都没有 昆仑也不可能专门为这个人 再开一扇密钥之门 于是 小八和几名家人 硬生生买了几辆自行车 骑了两百多公里 把目标给请了回来 这真是从晚上骑到日出 穿过了不知道多少村子 小七这边更离谱 他要找的目标 还是个吉普赛人 对方开着房车到处跑 闲着没事 就住到山里去 还是九州买了情报 才找到目标的确切位置 小七硬生生翻了十来个山头 才找到那群吉普赛人的宿营地 彼此遭遇之后 吉普赛人也不含糊 听说小七他们 是要带走同伴的 直接拿枪跟小七他们干了一仗 小七也不想伤人 硬生生围困了他们一天一夜 等他们子弹打光了 才冲进去抓人 太坎坷了 小三给那位澳大利亚富豪蒙上眼睛 带到他们抵达密钥之门后 才解下来 他们带着富豪 穿过密钥之门 来到昆仑的秘密基地之中 富豪站在铁制的走廊上 看着四周满墙的门 还有那一个个在门里 进进出出的家长会成员 整个人都看傻了 他没想到 自己只是穿过了一家服装店的试衣镜 竟然会来到如此神奇的地方 路远在秘密基地里 对那些被接来的人 逐一施展谨守秘密术 小三带着富豪穿过隧道 当视线豁然开朗时 却见整个金鸟上的全新霓虹 前所未有的绚烂 富豪的视线穿过层层霓虹 如痴如醉地看着天上的海豚群 在云海中穿梭 下一刻 一头巨精挥舞着巨大的翼翅 发出鲸鱼在深海里 悠长又沧桑的叫声 在天空中翱翔着 当他下坠时 一翅裹挟着洁白无暇的云气 一起下落 天空中 时间行者学院的学生们 踩着飞行器 在林立的大厦之间穿梭 这是魔法富豪争冲问道 如富豪这般痴迷的人 还有许多 他们彷佛置身另一个世界 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世界 这些富豪都是接触到 这个世界核心秘密的人 所以大家对于时间行者的存在 已经不觉得稀奇 他甚至还请过时间行者 当自己的保镖 但是 这一幕是他们不曾见到过的 就算是纽约的全息投影为行 也跟这里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要知道 金鸟上造任何东西 几乎都不需要什么过程 全凭小真迹的想象就可以 那些被带到这里的人 心神完全被震撼了 他们幻想着 自己也可以生活在这么一个世界里 带到他们欣赏完这一切 才被带到战争要赛里 要赛里 家长会成员依然在忙碌着 收割植物果实 还有人在热火朝天的炒茶 所有潜在时间行者坐下 罗万雅给他们一人送来一个盘子 里面是两枚长生天 一杯进山茶套餐 一枚长生天果子 可以增加三十斤力量 一杯进山茶 可以明显提升视力 这是金鸟上效果最显着的植物了 显着 到富豪刚吃下果子 便明显察觉到 自己身体的改变 这一切 竟是如此神奇 战争要赛里的潜在时间行者 慢慢变多了 从一开始的十多个 到第二天的上千个 潜在时间行者们 渐渐放下几分警惕来 毕竟要杀他们的话 也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他们开始追问这是哪里 为什么要带他们过来 有人甚至还认出了 正在采茶的神代空音 我认识你 你是日本的那个女明星 忽然吸引我 此时的神代空音 带着草帽弯腰采茶 看起来就像是 相间的清秀少女 她只是笑了笑 并未回答什么 沁尘站在战争要赛的阴影里 平静地观察着他们所有人 她在战争要赛里 建立起一个巨大的监控室 摄像头全方位 无死角地观察着所有人 回归第三天 她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给这些潜在时间行者们 安排好房间 每天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回归第四天 潜在时间行者 已经有三千人之多 但沁尘依然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继续观察着 面前的六百多块屏幕 沁尘很有耐心 反倒是那些潜在时间行者们 有些按捺不住 使劲地追问家人们 我们被带到这里来 是不是说明 我们也有成为时间行者的机会 然而家人们 也并没有回答的意思 只是让他们安心地住着 回归第五天 开始有潜在时间 行者急了 主动要求成为时间行者 连小七都有点纳闷地 去找了沁尘家长 是不是到时间了 把他们送去北美吧 开始执行顶替计划 沁尘站在四楼的落地窗前 从三千多人里 点了七十多个人去 把他们带上来 啊 小七愣了一下 去 小七赶忙将那七十多个人的面貌拍下来 迅速带人将这些人带回了四楼 沁尘要挨个谈话 审讯室里 白赤灯直接照在对方的脸上 沁尘平稳地坐在对面 你好像对这里一点都不惊讶 看见最顶级的全息进红时 你没有惊讶 吃到果实的时候 你也没有惊讶 你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 审视着周围和其他人保持距离 对面的中年白人说道 如果你被绑架过来 你也会这样 沁尘笑着摇摇头 我现在该叫你温斯顿 还是该叫你温斯顿侯爵 从一开始 沁尘要做的 就不只是顶替计划 他还要通过全球比对 将那些成功隐藏了身份的 西大陆时间行者找出来 在东大陆 至今有一些时间行者 隐藏得很好 他们没有加入昆仑 九州 家长会 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 也没有被发现 只是小心翼翼地 闷声发大财 在鹿岛和神代 因为语言的关系 时间行者刚进去 就会被发现 但北美不同 北美许多人 是有隐藏基础的 他们只需要熬过 最艰难的那段时光 就可以理所当然地 以理世界人身份生活 现在 清晨一个都没放过 几乎把他们全找出来了 在战争要赛里 所有人都被没收了手机 手表 以及一切看时间的工具 要塞的弯顶上 照射着日光灯 不分昼夜地亮着 模糊了所有人的时间观念 可人是需要时间的 心理研究表明 一个人如果看不见日出日落 也完全无法计算时间 内心会逐渐接近钱馈 这就是小黑屋 导致囚犯钱馈的 最主要原因 用两个人做实验 一个人进入能看见自然光 能判断白天夜晚的球势 却毫无娱乐设施 另一个则进入 看不见自然光 无法判断时间的球势 但有电影可以看 结果 却是后者最先崩溃 这两天的时间里 清晨不是要观察谁更优秀 他只是要逼着 隐藏的时间行者们 忍不住去低头 看自己手臂上的时间 在他的观察下 哪怕再细微的动作 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以 清晨坚信自己的判断 现在 他非常肯定 面前这个男人 其实已经完成了穿越 成为了时间行者 顶替了罗斯福王国的温斯顿侯爵 只是所有人都不知道而已 温斯顿侯爵沉默片刻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清晨平静地摇摇头 现在东大陆正在遭受入侵 我已经没有时间 在漫条斯里地说服你们 跟你们讲道理了 你身为分管中央王城梁士司司长 未来东征的时候 一定会成为后勤保障的 关键环节 我来告诉你 按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会在手背上 割开一条伤口 只要穿越后 你不去上班 我就会认定自己的判断没错 然后 我会想尽切办法 让你活得很痛苦 甚至不想再活下去 你被施展了谨守秘密术 也无法将自己的遭遇 告诉任何人 当然 即便你告诉了罗斯福国王 他们也没法在表世界 保住你的性命 应该是从上周开始 他们在表世界的势力 已经被全部瓦解了 我虽然很想做一个尊重人格 态度友好的人 但相比我身边那些人的性命而言 你的性命 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抱歉 第955章 生日 沁尘 同为时间行者 我是认真研究过你的 据我所知 家长会不是一个滥用暴力的组织 你也不是一个滥用暴力的人 温斯顿侯爵 坐在白色的灯光里 打亮着四周肃杀的灰色金属墙 在此之前 我甚至没有觉得 你们在表世界是一种危险 但我错了 沁尘沉默片刻说道 人生要有取舍 每个人的人格固然平等 但我在乎的那些人的生命 确实要比你们重要一些 温斯顿说道 明白了 我确实早就成为了时间行者 很好 开城不公 就会省去许多麻烦 沁尘说道 温斯顿侯爵坐在审讯室里 惨白的灯光打在他脸上 所以 我现在是不是没得选了 必须配合你们 对抗罗斯福王国 是的 沁尘说道 但我觉得 你也没必要那么沮丧 等我们成功了 你也是功臣 温斯顿侯爵苦笑道 你们拿什么迎罗斯福王国愿我值 就算你们联合了巨人王朝 也不算什么 他们离开了禁忌之森 在现代战争里并不会有太大作用 我需要你们承诺 就算失败了 也不暴露得我的身份 沁尘摇摇头 你现在最好发自内心地祈祷 我们会胜利 因为大家已经是 一条船上的旅客了 我们失败 我就会把你们全都交出去 温斯顿侯爵 沁尘笑着说道 放心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你们打算利用我干什么 温斯顿侯爵平静问道我的权力 并不是很大 下次穿越之后 我们会建立理世界的联系方式 到时候有指示 会告诉你的 沁尘起身在战争结束之前 你只能待在这座战争要赛里 温斯顿看着沁尘离去的背影 等等 那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人了 先前那些果子和茶 是不是能再给点还有 你们有修行传承吗 我听说过 你们家长会有几十万人在修行 而且 修行的速度很快 对了 我听说接受灌顶 还可以活得更久 沁尘背对着温斯顿时 嘴角微微勾起 在西大陆 也并不是谁都能修行的 修行传承就那么五个 普通人大概率只能成为 后遗症极大的基因战士 所以例如温斯顿这种时间行者 哪怕成为了侯爵 也依然只是王室 但问题是 既然到了那样一个世界 谁会不想成为超人的 沁尘似笑非笑地转过身来 你们知道的不少 温斯顿侯绝耸了耸肩膀 你们的事情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想 这也是罗斯福王室急于开战的原因 虽然他们嘴上不说 但你们修行速度之快 还是令他们有些警惕的 当然 他们最警惕的人是你 沁尘想了想说到 修行传承 是不会给你的 但你每完成一次任务 我们就会安排一批人 给你集体灌顶一次 大概完成36个任务 就可以直接灌顶成B级 而且还会增加21年的寿命 相比较基因药剂而言 这是你最好的选择 36个任务吗 有点多 温斯顿侯绝看向沁尘 什么时候发任务 沁尘走出审讯时说道 不用急 温斯顿侯绝跟着走出来说道 挺急的 沁尘站在走廊 透过窗户 俯瞰着下方的 3000多名潜在时间行者 那位澳大利亚富豪 莫斯利发现自己 并没有生命危险后 竟纠集了一票人 在大声抗议着 要求家长会将他们送回去 莫斯利站在战争要赛里 慷慨激昂地说道 家长会把我们抓来 一定是希望我们 成为他们的间谍工具 在罗斯福王国里 给他们偷取情报里 世界正在发生战争 你们知道 成为间谍有多么危险吗 不要成为别人的工具 不要被人利用 围在他身边的人 举起手臂 高呼着不能成为别人的工具 我们要自由庆尘 微笑着说道 西方人真的很会演讲 很有煽动性 莫斯利曾试图竞选州长 说不定还有成为总理的想法 温斯顿解释道 只不过他政治贿赂金的安子 被对手揭发出来了 只能宣布放弃 曾经暗网上 有人专门帮富豪秘密调查 他们的理事界身份 开价很高 这位莫斯利 应该是知道 自己在理事界的身份地位并不高 所以 不想成为时间行者 庆尘点点头 他在理事界 只是一位男爵的管家 甚至只有一个自由民的身份 连公民都不是 但这由不得他 家长会的名声 其实在西方眼 莫斯利笃定 你们不会滥杀无辜 所以现在有些肆无忌惮 温斯顿看向庆尘 你会杀掉他吗 庆尘笑而不语 没有回答 他确实不会杀莫斯利 但他不杀莫斯利 倒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底线 而是他不希望其他人恐慌 就比如温斯顿 他就正在观望家长会的做事风格 以此来决定自己以后的态度 杀鸡儆猴很简单 但想让这些人 踏踏实实地卖命很难 那你打算怎么办 温斯顿问道 不急 让子弹飞一会儿 庆尘说道 上一次他这么说的时候 迎新乐园里的佛爷 吃尽了苦头 这些人成为时间行者后 就一定可以顺利地潜伏下来吗 他们要顶替的人 一个个全都是 罗斯福王国的重要人物 在成为时间行者之后 这些人就需要立马处理政务 军务 庆尘要的是一个 最好用的情报网络 而不是只杀掉那些 理事界的军政人员 回归的最后一天 战争要塞内部 三千多名潜在时间行者 聚集在门口 莫斯利看着面前的罗万牙 逼问道是不是要安排 我们去成为时间行者了 当然不是 罗万牙笑着说道 是这样的 接下来京岛就不会继续免费 给大家提供食物和住宿了 莫斯利高生说道 我可以买 这里所有人的钱 我都出了 但我们这里也不用现金 而是用积分 罗万牙笑眯眯地说道 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课程 有了解自己 在理事界身份的 学习如何潜伏的 训练专业技能的 只要学了 就能获得积分 获得积分以后 可以购买食物 灌顶 特殊食物队 就是你们之前吃过的那种 可以直接增长力气 还没有后遗症 所有人面面相去 家长会并没有 像莫斯利所说的那样 直接送他们去成为时间行者 然后控制在手里失去自由 而是让他们上课 庆辰没有着急 他在战争要赛里 保持着万神雷似乎悉数 不断地尝试着向上突破 他已经领略到了神切的好处 在绝对的速度面前 即便是其他半神 也只能成为土鸡瓦狗 一旦面对细命师半神 这就是他最大的依仗 然而 A级雷霆系还是太低了 续航能力太差 庆辰在昏暗的房间里 静静等待 穿越 让庆辰有些不习惯的是 以往他穿越 是从黑夜穿越到黑夜 但来到北美之后 是从黑夜穿越到白天 因为时差的缘故 大家虽然是同时穿的 但东大路时间行者穿越 都在午夜零点 而西大路则是中午十二点 庆辰看向窗外 那里还是炎热的上午 黑蜘蛛出去买菜了 他今天多买了一些牛肩肉 如果蛋糕店时 犹豫了片刻 还是买了一个蛋糕 再次路过那家服装店时 他竟然又走了进去 销售员记得他 看见他重新站在 那件白色连衣裙面前时 便笑着说道 他真的非常适合您 是吗 黑蜘蛛饶有兴致地问道 你觉得我现在这身不好看 销售员笑着说道 您的身材好 也漂亮 穿什么都好看 可是 黑皮衣会让您显得过于高傲 让很多人不敢靠近 黑蜘蛛笑了笑 把这件连衣裙包起来吧 其实他知道自己现在还穿不了 就算是拿工资 想要更换防弹机的全身纳米皮肤 也需要工作很久很久 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突然就想 把这件连衣裙买下来 挂在自己的屋里 每天看着 黑蜘蛛拎着包装袋 菜篮子和蛋糕往回走去 结果刚进入威克多大到78号 却见沁尘已经换了一身西装 甚至改变了样貌 沁尘对他说道准备一下 给自己易容 我们要出去执行一个任务 黑蜘蛛愣了一下 现在吗 沁尘点点头不要耽误时间 我们要再指定时间到达玫瑰大街 黑蜘蛛内心里叹息一声 沁尘低头看着他手里的蛋糕 生日蛋糕 黑蜘蛛笑了笑 将蛋糕放在桌子上 我给你说过 我的真名和生日是今天 没关系 可以回来再吃 这个任务很重要 待会儿你 需要扮演一个人的女伴 跟她一起参加一场私人晚宴 记得好好观察她 沁尘说道 黑蜘蛛说道 嗯 我明白 两个人出门了 他们低调地 穿过一条条长街 站在玫瑰大道的 立交桥阴影下等待着 沁尘交代着 记住 你今晚就是来参加晚宴的 其余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有事我会喊你的 就在他们刚刚抵达这里时 一辆浮空飞车行驶过来 停在两人面前 沁尘拉开副驾驶的门 坐上去黑蜘蛛 你坐在后排 黑蜘蛛拉开门 却见温斯顿侯爵坐在后排 微笑地看着她 你好 请坐吧 她面色平静地回应 你好 温斯顿说道第一次见面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不用 温斯顿侯爵 现任梁氏司司长 妻子是罗斯福王室的外妻 没有孩子 黑蜘蛛流利地说出信息 温斯顿笑着说道 看来你很了解我 很荣幸 今晚有你 作为我的女伴 你很美丽 嗯 黑蜘蛛看向窗外 浮空飞车穿行在钢铁森林之间 十二分钟后 抵达伯克利大厦顶楼 101层旋转餐厅 餐厅门口 一个个衣着光鲜的贵族 出示自己的请述 停车坪上则是一辆辆豪车 待浮空飞车在停车坪上落下后 庆辰如一名随从似的 下车为温斯顿和黑蜘蛛开门 下车时 黑蜘蛛面色有些平淡 庆辰看着她说道 笑得自然一点 黑蜘蛛扯着嘴角笑了笑 这样行不行再自然一点 就在此时 黑蜘蛛忽然愣住了 她看见隔壁停车坪上 落下一辆浮空飞车 而那辆车上下来的人 赫然是她化成灰 也不会忘记的温迪侯爵 她豁然抬头看向沁尘 突然明白 对方今天要做什么了 第956章 生日礼物 伯克利大厦灯火辉煌 壮阔的楼体在夜晚 就像是一艘浑身闪耀着光芒的 巨大邮轮 横贯在中央王城的第七区 而最顶楼的旋转餐厅 与其他楼层都是不相通的 你没法 从底层坐电梯上来 只能乘坐浮空飞车 在得到允许之后 降落在停车坪上 此时此刻的伯克利大厦天台上 社会名流们 挽着自己今晚的男伴 女伴 50多岁的温迪侯爵 不像想象中那么猥琐 反而身高一你八七 温文尔雅 头发全部梳在脑后 看起来精神异议 他穿着一身燕尾服 与相熟的名流寒暄 你要杀他 黑蜘蛛惊愕地看着沁尘问道 当他提着生日蛋糕回去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安静地过一个生日 但打工人就要有打工人的觉悟 就算你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就算你希望那个机器人少女和老板 给你过个生日 但老板说要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也必须放下一切计划 只是 心情会有点低落 从黑蜘蛛买回那件连衣裙开始 他就决定 抛开管金的自己了 所以当沁尘 让他扮演温斯顿侯爵的女伴时 他会有些沮丧 似乎他以为 一切就要改变的时候 但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 然而这一刻 他忽然意识到 沁尘其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生日 当黑蜘蛛看到温迪侯爵的那一瞬间 他就明白 这将是他今年的生日礼物 自从母亲自杀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 而且是如此特殊的生日礼物 难怪对方一定要选在今天 执行这个任务 沁尘笑着说道你声音再大一点 所有人都会知道 我要杀他 四黑蜘蛛有点手足无措 根本不像是曾经的那个裁决者组织的行刑官 他压低声音说道 温迪侯爵旁边是有保镖的 两个都是A级基因战士 我不是说你杀不了他们 而是你总不可能 翘无声息地杀死他们吧 而且 这里是中央王城 有戏命师盯着他的 如果你要动手 戏命师一定会来 戏命师 这是最关键的阻碍因素 那些戏命师将上帝视角 锁定着每一位侯爵 一旦动手 就会被立刻感知到 温迪侯爵 但杀完之后呢 黑蜘蛛早就想杀这个 侵犯过自己母亲的温迪侯爵了 但他知道 他做不到 沁尘笑着说道 这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 黑蜘蛛问道 那我需要做什么 其实 今晚我也有一个线人在这场宴会里 我刚刚已经看见他了 不 今晚你什么都不用做 沁尘说道 黑蜘蛛忽然低声说道 谢谢 不不不不 沁尘摇摇头 我可不是为了你 啊 黑蜘蛛愣了一下 温迪侯爵 只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目标 沁尘说道 最重要的是 今晚 我要看到一些投名状 话音刚落 沁尘便转头 看向温斯顿做好准备了吗 黑蜘蛛这时候才惊觉 沁尘今晚是 要温斯顿的投名状 可这位老板什么时候 开始渗透进 罗斯富王国内部了 但这也不重要 黑蜘蛛甚至不打算 继续去细想这一切 老板让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吧 而且 不管沁尘承不承认是为了他 都不重要了 温斯顿深吸一口气 准备好了 那就走吧 自然一点 沁尘笑着说道 黑蜘蛛下车 挽着温斯顿的臂弯 这一次无比自然 与先前截然不同 沁尘跟在两个人身后 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随从 温斯顿笑叉小声 问到这位女士 该怎么称呼你呢 黑蜘蛛捋了一下头发 笑容满面地低声说道 我是老板的人 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不该问的不要问 温斯顿 这时 温迪侯爵竟主动朝他们走了过来 温斯顿则非常谦卑地恭声您好 这位温迪侯爵的目光 停留在黑蜘蛛脸上 这位女士时 即便黑蜘蛛有易容过 依然无法遮掩她的美貌 而且 易容之后的黑蜘蛛 更像她的母亲了 要说这位温迪侯爵的审美 也比较单一 就连她身边的女伴 都和黑蜘蛛的母亲 有几分相似 沁尘原本担心 黑蜘蛛看见仇人分外眼红 会导致露线 然而黑炫珠非常坦然地笑扬 说道 詹妮福 詹妮福小姐 稍后可否请你跳支舞 温迪侯爵无视一旁的 温斯顿侯爵 向黑蜘蛛发出邀请 黑蜘蛛笑着 看向温斯顿 可以吗 温斯顿作为排位畏尾的侯爵 谦逊的笑叉 既然是温迪侯爵邀请 当然可以 回 众人往里面走去 沁尘等随从 则留在外面 为保证私人宴会的私密信 整间餐厅都放下了遮阳帘 随从也留在大门外 以免有人混进来 偷拍上流社会的糜烂生活 黑蜘蛛打凉洋四周 不停思索着 沁尘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 杀死温迪侯爵 奇怪的是 一旦温迪侯爵在这里死亡 那么他们所有人都会被调查 而他和沁尘一定会被发现 但是 门外的那位少年老板 好像并没有担心过 此时的宾客还不多 黑蜘蛛挽着温斯顿的胳膊 看着温迪侯爵 与人谈笑风声 没有西名师到来 沁尘也丝毫没有进来的意思 黑蜘蛛迟疑了 这该怎么杀温迪呢 然而就在此时 餐厅里响起舞曲 黑蜘蛛看到这里的宾客 并没有跳舞 反而一个个停下交谈 连是应声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温迪对一位适应声招招手 相兵 叶得命名术 可是 代应声并没有动弹 温迪皱起眉头 看向适应声你听不见吗 下一刻 所有人竟全都缓缓围了过 哎 黑蜘蛛惊恶地转头看向他 挽着的温斯顿 对方却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一切似的 温斯顿感受到他的目光 怂怂间笑道去亲自动手吧 老板说 第一刀要留给你 第一刀黑蜘蛛更惊恶了 是的 在场所有人 每个人都要刺他一刀 这就是投名状 温斯顿说道 所以 你最好别一刀就给他杀了 不然其他人还得再去杀其他人交投名状 黑蜘蛛环视四周 这哪里是什么宴会 分明就是一场精心策划好的围猎 在场的全都是自己人 只有温迪一个猎物 不 别管今晚对沁尘来说意味差什么 这一切对于黑蜘蛛来说 就像场专门为他准备的生日晚宴 这时 一名适应生推着餐车从里间走出来 餐车上放着一块蛋糕 在无声中 温迪侯爵高声问道 这是谁的生日吗 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场生日宴会 如果提前说的话 我会准备礼物的 但是 没人理他 那辆餐车被推到了黑蜘蛛面前 适应生将餐刀递给黑蜘蛛 先切蛋糕 然后切人 黑蜘蛛正地站在原地 餐厅里摆放着昂贵的水晶杯 头顶水晶灯照射出绚烂的暖色灯光 他就站在这里 艰难又错愕的人生 第一次被拯救 温迪侯爵察觉不对 他下意识想要离开餐厅 却被人拦住 甚至还第一时间堵上了嘴巴 细命师呢 黑蜘蛛握着餐刀 问到我们在这里杀了他 细命师一定会有所准备 如果就这么杀了 在场的人 恐怕都得给温迪陪葬 温斯顿笑着说道 老板说的 直接杀就可以了 剩下的他来解决 对了 你信任那位老板吗 我刚认识他 不到一周时间 我还不太信任 但如果你敢刺第一刀 我就敢刺第二刀 此时此刻的沁晨 还在餐厅门外 甚至都没有亲自进来掌控局面 对方就像是一个真正的随从 跟那些奴隶随从们聊天吹牛 快混熟了 仿佛这里的事情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黑蜘蛛深吸一口气 走到温迪侯爵面前 这个侵犯了母亲的仇人 不停地挣扎着 想要呼喊求救 却被四个人紧紧地估着 黑蜘蛛看着他说道 这是为我母亲赐的 为了他的善良和隐忍 以及母爱 说完 他精准地一刀扎在了对方的 两腿之间 然后将参刀递给了温斯顿 温迪侯爵整个人都瞬间虚脱了 大滴大滴的汗珠落下 整个人都失去了力量 像是被扎破的气球 温斯顿在大腿上补了一刀 其余人一刀接着一刀 直到温迪全身血肉模糊 连舌头都被割掉 战争里的投名状 从来都是以最残忍的方式呈现的 十分钟后 温迪侯爵已经进入冰死状态 黑蜘蛛问道 细命师呢 为什么没有细命师来 话音刚落 一个清脆悦耳的女人声音 想起细命师已经准备好了 夜的命名术 下一刻 五公主从后厨方向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花瓶拨盾 这位五公主 如今已经不能公开露面了 甚至大部分时间 都必须结在黄金关之中 谁也不知道 她什么时候回到了王城 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还敢回到这里 所有人难以置信地看向五公主 他们这些被沁尘 控制在金鸟上的时间行者 也没想过 沁尘竟然已经和 罗斯福王国的权力核心人物联手 要知道 这位五公主手里 可是有军队和一部分情报系统的 而且 五公主背后 一直有许多权贵支持 却见这位五公主 依旧披着黑色的发袍 将面目笼罩在自己的兜帽之下 她笑着对黑蜘蛛说道 你的老板对你很好 嗯 黑蜘蛛疑惑 这间餐厅是我的秘密产业 从适应生到厨师长 都是我的人 你的老板什么也不管 只是交代我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给你办一个生日宴会 五公主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性命师了 负责盯着温迪的性命师 刚巧也是我的人 温迪不会死 这个名字 只是换了个主人而已 说着 厨房里有走出来两个人 一个是同样披着黑袍的性命师 还有一个人 则与温迫的长相一模一样 戴着最精致的人皮面具 当然这也不全是为了你 我想和你的老板合作 但你的老板过于谨慎 要求我合作之前 必须邀请他的人 我的人过来 一起交一下头名状 五公主说道动手吧 接下来 就要由你来负责与我对接了 温斯顿等人 也会全动 由你调配 我们共事的机会还有很多 我了解过你 你在裁决者组织的时候 工作非常出色 如果不是庆尘节族先登的话 我会希望把你招揽到麾下 温斯顿看向黑蝴蝶 似乎你还不知道 老板打算让你负责管理我们 口不知道 他还没告诉我 黑蜘蛛心中还有许多疑惑 他不知道 庆尘何时在罗斯福王国 拥有了一只这样的力量 也不知道 庆尘还有哪些底牌 但这都不 重要了 重要的是 他的人生在这一天 确确实实地被拯救了 第957章 红油火锅 宴会还在继续 他不能因为温迪侯爵死亡而停止 一出戏开场 就要有始有终 旋转餐厅的适应生 手脚麻利地将地面打扫干净 并将温迪侯爵的尸体 塞入密封筒中 等待和厨余垃圾一起运走 很明显 这间餐厅里的适应生 也都不是普通人 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处理垃圾的事情 黑蜘蛛刺下第一刀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喜悦 也没有如释重负 他只感觉自己有点猛兮的 庞佛今晚的经历 有些不太真实 直到他看见温迪被塞进垃圾桶里 这才意识到 自己记恨了十多年的那个人 确确实实死了 五公主和波顿准备离开 黑蜘蛛看向他们不和老板打个招呼吗 波顿眼睛一亮 五公主笑了笑说道 我与庆辰只是合作关系 那是你的老板 不是我的 另外 我们现在还不能抛头露面 有很多人想杀我们 波顿明亮的眼睛又暗灭了 只能老老实实地跟在五公主身后 五公主点起脚尖摸了摸 她的脸颊 别这么沮丧亲爱的 你很快 还能见到你的偶像呢 好吧 波顿说道 那你能不能给我买市面上最新款的虚拟眼镜啊 可以 旁边的黑蜘蛛一阵恶寒 波顿侯爵真是把软饭吃得明明白白了 五公主的人离场 指一下她带来的那个冒牌温迪侯爵在舞池里 与女伴缓缓起舞 连这位女伴都是五公主麾下情报组织 在今天安排到的温迪侯绝身边线人 所有人都有些心不在焉 有一些紧张 也有一些兴奋 紧张是因为他们刚刚已经背叛了罗斯福王国 而兴奋则是因为 他们完成了庆辰交代的任务 一旦回归就可以在金鸟上得到第一次灌顶 还有一枚长生天果实 一杯尽山茶 他们将成为超凡者 不仅没有后遗症 还能增受21年 每个人在舞会里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黑蜘蛛则站在餐台旁边 他的心思并不在舞会里 而是幻想着 沁尘此时正在做差什么 带着怎样的心情 如此兴师动众的生日晚宴 如此别开生面的生日礼物 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 突然某一天 你遇见了一场美好的风景 你见到了惊艳的人 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事 你过去的人生里 所有黑暗都被照亮 往后的人生 都只配做这一段人生的鱼韵此刻 黑蜘蛛就是这样的心情 温斯顿侯爵来到他身边 看他心情不错 便笑道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黑蜘蛛收敛了笑容看过去 不行 从明天开始 把你们手上的工作 全都形成字材料交给我 我要知道 你们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温斯顿笑着摇摇头 你曾经是裁决者组织的行刑员 难道还需要我们来说 这种最基础的事情吗 赵作 黑蜘蛛说道 好吧 你们为什么听令 于老板黑蜘蛛问道 那他在表示界 把我们全都揪出来了 斯顿无奈道 我其实躲藏得挺好 已经生活在穷乡僻壤的郊区了 结果家长会成员 骑了四个小时的摩托车 跑到山里包围了我 黑蜘蛛愕然 他终于知道 沁尘先前那几天在干什么了 温斯顿继续说道 我猜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人穿越进来 你知道顶替计划吧 就是他们找到一堆人 顶替理世界的重要人物 原来这就是老板说的黑魔法 黑心魔法吗 晚宴散场 黑蜘蛛挽着温斯顿的臂弯走出来 他幻想着 看到沁尘微笑着站在夜色里看他 就像是一个迟到的救世主 对他说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亦或是 站在天台边缘 留给他一个背影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问他 喜欢我安排的这一切吗 这就是如今 沁尘在黑蜘蛛心里的形象 强大 神秘 令人仰慕 然而他还没出门 却听见沁尘在跟随从们 打牌赌博的声音 不要赖账啊 我是同花顺 你们最大的就是一对 拿钱 黑蜘蛛 各温斯顿 这算是司机保镖们的固定科目了 当大人物聚会的时候 小人物们就会在外面聊天吹牛赌博 平日里大家也都熟悉了 今天随从们看见沁尘这个新面孔 便相互使了个眼色 想要给沁尘做个局 沁尘本来坚持不赌 后来实在没办法便加入进去 把所有随从身上的钱全都引走了 忍痛赚了八万多 沁尘离开时 随从们看查他的背影 心痛到无法呼吸 这个月又白干了黑蜘蛛 看到这一串便有些哭笑不得 谁能想到如沁尘这样的人物 竟然会毫无架子和底线地 和一群奴隶们蹲在餐厅外面赌钱 三个人坐在车里 浮空飞车自动驾驶着 穿过钢铁之森 穿过一个个荒诞又魔幻的全息霓虹 前方的霓虹是一片蓝色的潮汐 当它们穿梭而过的时候 就像是从蔚蓝的海水里飞出来一样 一头扎进了夜色 车上三人都沉默善 沁尘还在笑叉说道 他们以为我是新手 我一开始输了五千多的时候 他们还提议小赌注不过瘾 换了大赌注后 全都哭了 你们都给我记住啊 赌博是个非常恶劣的事情 恶劣的地方就在于 他会让你的钱来得太快 他会颠覆你的价值观 让你渐渐看不上自己的工资 觉得每个月辛辛苦赚那么点钱 很没意思 渐渐地就失去了对生活的热爱 沁尘我手下的人都不许沉迷赌博 让我发现了 有一个算一个全给你们送监狱里去 黑蜘蛛安静地听着 这位新老板 好像非常讨厌赌博的样子 是了 应该与他那位表示界的赌徒父亲有关 他听着沁尘难得唠叨一次 只觉得对方充满了烟火气 根本不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就生活在他身边 跟他处在同一个世界里 浮空飞车在经过玫瑰大道的 立交桥阴影时 将两个人放了下来 沁尘与黑蜘蛛并肩往回走着 他突然说到不管你怎么说 今晚都要谢谢你 嗯 沁尘点点头接下来要好好工作 今晚这些人 都是用来填补你情报网络的 我期待有一天 你这边能给我提供非常大的助力 你记住 我不是为了你才帮你 我是为了东大陆帮你 会的 黑胡猪说到 一定会的 今晚之后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沁尘说到风暴公爵呢 黑蜘蛛愣了一下 他压根没有把这个目标 列入自己的计划里 只因为他认为 不可能有机会杀死对方 也不愿意再去为难 但要说不恨风暴公爵吗 怎么可能 对方在那间暗室里 夜赴一夜地鞭打他 让他修行 也都是为了让他更耐打 一点 一开始的风暴公爵 可没想过要重用他 是他靠努力争取来的行刑官职位 原本他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女孩 可如今 他却每日都需要身体上的伤痛刺激 来填补内心里的某种痛 这一切 都是拜风暴公爵所赐 但是杀风暴公爵对方 马上就是罗斯福国王了 怎么杀 黑蜘蛛停下脚步 正正地看着沁尘继续往前走 沁尘笑着说道 觉得很难是吗 我也觉得很难 但这个人 我是一定要杀的 到时候 我杀给你看 黑蜘蛛愣了一下 又快不追上去 他想去挽住沁尘的臂弯 却放弃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 老板 真的可以杀风暴公爵吗 他像那小女孩一样问道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沁尘说道 可是 怎么杀啊 我有很多徒弟 等他们成长起来 就可以杀了 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成长起来 要再给他们一点时间 林计算到很多变数 但沁尘认为他 并没有将骑士预备计算进去 请勿停止停 东大陆联邦 五号城市 李克正正地坐在火锅前 同锅里红油翻滚 一旁的张梦谦 虽然用筹带蒙着双眼 却能精准地 夹到锅里的每一片毛肚 李云静坐在一旁慢点吃 李克这两天已经录正了 没人跟你抢 小梦谦说道 我倒是希望他能相品 往常一样 跟我抢一下 他暂时怕是没那个心情了 午餐肉 鸩唇蛋 鸭掌 油豆皮 青笋条 腊牛肉 摆了满满一桌子 但李克根本没有动筷子的打算 隔壁桌 还有人说羊 谁能想到 李氏竟然会通敌啊 他们先前把家长会增在路上 现在又派了浮空飞艇 在大山里搜索家长会 这不是卖国贼吗 前天还有新闻说 李氏家族李云寿 坐上他的专用浮空飞艇去了北方 好像是去拜见西大陆的大人物 急差去抱大腿呢 李氏作为财团 平时压榨大家就算了 在这种为难关头 竟然如此没骨气 李氏的家训 原来都是百生骂李氏老爷 子李修睿走得早啊 要是那位老爷子还在 怎么可能看着李云寿 把家业卖给外族人 李克听到这些话 眼皮子动了动 却没有勇气去反驳什么 他只是小声地说道 我父亲不是那种人 张梦谦给他加了一片毛肚 没吃饭 所以没力气了是吗 说话声音这么小 李克抬头 直勾勾地叮叉张梦谦 你相信我吗 我父亲不是那种人 他可能和师父的立场不同 但他绝对不会做出 如此卖国求荣的事情 绝对不会 张梦谦沉默了 李云静也沉默了 李克低声说道 连庆姨都不信我了 以前每天都会打 好几个电话的庆 一 也有三天没打电话来了 最后一通卫星电话里 庆姨也只是冷冷地 让他关注一下新闻 那一刻 李克就意识到出问题了 他们赶忙结束了集训 连生死官都暂时放弃 回到了城市里 然后 李克看着李氏那铺天盖地的新闻 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 每天机械地睡觉 起床 像是魂都丢了一样 他不相信 父亲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觉得 父亲一定有自己的苦衷 他一遍一遍地说着 可渐渐地 自己也没那么坚定了 因为 李氏的浮空飞艇 此时就在大山里 不停地搜索着家长会成员 甚至真的找到了一支三百人的队伍 并用导弹将这支队伍 全肩在大山里 而且 师傅在经历了李氏的背叛之后 会怎么看他 庆姨在经历战有死于李氏之手后 会怎么看他 那些师弟师妹们 会怎么看待他 这个大师兄 李云靖一句都没有劝解他 只是安安静静地当着护道者 吃着辣牛肉 李克叹息道 其实你们也觉得我 父亲叛变了 对吗 张梦谦转头看向李克这件事情 很重要吗 一支器材料和工器材料好一般 张梦谦认真说道 你父亲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跟你关系很大嘛 你只需要知道 你在做什么就好了 第958章 克迪仙基 AtAt 张梦谦拿着长长的筷子 在红油火锅里 精准地夹起一块火焰山牛肉 他塞进嘴里咀嚼后说道 我们就以现在的状况来看 李氏杀了家长会的人 围攻了十号城市 和你李长青姑姑决裂 还在山里搜索家长会成员 不管从哪里看 叛变就是叛变了 他可能是为了保护李氏 也可能是为了其他的什么事情 但这现在就是事实 李克双手放在膝盖上 呆呆地坐在长条凳上 一时间嘴巴张了张 却不知道要说什么 张梦谦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接受不了 等会儿我带你出去走走 看看你现在到底该做什么 李克眼皮子抬了抬什么时候 得等我和云静叔吃完火锅啊 张梦谦说着 又加了一块子供菜 清脆的供菜 在牙齿之间被嚼得嘎吱嘎吱响 李云竟在旁边 放了两块豆腐进锅里 就跟什么也没听见似的 他这个护道者 从来不参与梁小智的对话 就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吃过午饭 失明的张梦谦走在最前面 明明眼睛都缠上了绸带 行走之间却是无阻碍 彷復他身体的某个地方 还藏着另一只眼睛 李克则失魂落魄地跟在后面 张梦谦静止走到 五号城市第九区 这里干净整洁 居民屋中窗明激进 大楼上不知何时 也出现了绚烂招牌 几个小孩子街道上踢足球 一个胖小子奋起一脚将足球踢偏 然而就在他刚刚抬脚 还未落在足球上的时候 张梦谦便已经提前伸出手去 并对李克说道你 去过18号城市的第九区 对吧砰的一声 足球恰好落在了张梦谦的手掌上 不偏不倚地停住 从他们进入第九区时 就已经有家长会成员在关注他们了 于是 家长会成员就看到这惊奇的一幕 张梦谦彭佛未卜先知识的伸手 球都还没有被踢出去 对方就已经知道球会飞到哪里 克迪先机 这就是天生的第六感 甚至要比细命师的克迪先机更快一线 家长会成员在监控中心紧急调度 快快快 来高手了 多来点人监视着 小心他们在下三区搞出什么事情 先来30号人 不 来50号 准备打群架了 然而监控中心的负责人看了一眼屏幕 一巴掌拍在这名家人的后脑勺上 你是不是傻了 这是老板的徒弟啊 张梦谦 忘了吗 卧槽 原来是小梦谦 当初在10号城市抗击鼠潮的时候 我见过他呢 他就在楼上敲盆告诉我们 哪边防线崩溃了 如今 经历过10号城市灾难的家人们 已经向外界开支散业了 他们成为一支支队伍的教员 带着新人猛打猛冲 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没什么好怕的 而张梦谦 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人物 只不过 此时的张梦谦 脸上缠着绸带 与先前机械眼的模样完全不同 以至于他们一开始没认出来 家人赞叹 小梦谦都已经成为高手了呀 张梦谦和李克算高手吗 目前他们已经达到B级 确实算高手了 但还不够高 此时此刻 李克回答张梦谦 我去过18号 城市的下三区 我去的时候 和这里不太一样 张梦谦问道 那里的下三区 是什么样子 我来帮你回忆一下 因为我就是从下三区出来的 真正的下三区 不会像眼前这样 没有小孩子 在街道上踢球 因为街道堆满了垃圾 臭不可闻 到处都是不平整的地面 路上还有积水 踢球根本毫无快乐可言 不仅如此 小孩子走在街上 就必须有大人跟着 不然你的孩子 很有可能会变成别人的器官 有大人跟着 都有可能被抢走 我在下三区的时候 父母想要卖孩子 我为了活命 自己从家里逃出来 每天躲在黑暗的大厦里 在夹缝中生存 睡觉的时候 都担心会被人直接绑走 那段时光里 我战战兢兢地生活了四年 知道有一天 师父出现了 李克转头看向他 我知道你的经历 但这跟我的事情 我父亲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 张梦谦笑了你觉得 肮脏恶臭的下三区 是怎么改变成 如今这个样子的呢 当然 是因为师父了 李克平静地说到 从22号城市开始 家长会不停地扩张版图 直到拿下所有城市的下三区 联邦过半的人口 并且 家长会的物业公司 还成了组织里最大的现金流 张梦谦点头 所以 你全都知道 你知道 师父在做什么 在为什么事情而努力 他先是改变了下三区 然后又想改变整座十号城市 按下来改变整个庆市 最后改变整个联邦 如今家长会的成员们 在大山里生死迁逃 师父还在战斗 而你却在为自己的父亲烦恼 自怨自意 所以我说 你们这些财团子弟 都是温室里的花朵 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 李克猛然 看向张梦谦你说什么 我说 你是温室里的花朵 经不起风吹雨打 有错吗 张梦谦反问 说着 他向后微微退开一步 李克扑了上去 一拳想要 砸在张梦谦脸上 可张梦谦刚退的那一步 实在太巧妙了 正好卡在李克的攻击半径之外分享 李克这一拳根本没能打到他 却见张梦谦在李克一拳落空后 突然上前 一拳垂在了李克的胃上 李克呕的一声跪在地上 吐出一口胃印来 同等级高手在 克敌先机的能力面前 很难有胜算 这也是那些细命师 在战斗中总能获胜的原因 监控室里 有家人喊道 卧槽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老板的两个徒弟 怎么打起来了 然而就在此时 张梦谦忽然转头看向监控 用食指隔空一指 是一摄像头转开 监控室里的家人们顿时一惊 老板的徒弟 怎么搞得好像什么都能看见似的 他们赶忙 那开摄像头 不再吃瓜凑热了 此时 李云静还是当没看见 他去路边买了一根冰高 靠在便利店的门边 一口一口地咬着 就像是一个路人 张梦谦走在李克身边 继续平静地说道 你是骑士组织这一带的大师兄 连你都这么弱不经风 那谁还能帮师父呢 师父现在辛辛苦 就是在给我们争取挑战生死观的时间 等他那天撑不住了就会回来 带着我们一起去战斗 到时候 本应该是半神的你 结果才必急 师父得多失望 你现在那些自怨自艾的东西 能与全联邦所受的苦难相比吗 我知道你的难过 也理解你的难过 但这个世界 没有留给我们那么多自怨自艾的时间 我觉得 李克跪在地上 慢停止了呕吐 我打不过你 要不还是 你当大师兄吧 张梦谦笑道 那二师兄胡小牛 可能会有些迷茫 既然你不愿意当大师兄了 那为什么大师兄不是他 李克跌坐在地上 沉默着 张梦谦说道 起来吧 师父需要你 可能有一天连 你父亲也会需要你 李克头看着他 但你说的没错 我父亲的事情 是我父亲的事情 而我不能停在这里了 这时 他兜里的卫星电话响起 李克皱起眉头接听 电话里面传来 轻易冰冷的声音 你在哪 李克愣了一下 我在五号城市的第九区 来航空港 我到了 轻易冷声说道 李克感觉有点奇怪 他拦了一辆出租车 往航空港赶去 李云静坐在副驾驶 张梦谦和李克坐在后排 张梦谦好奇道 他是专程来骂你的吗 你父亲杀了家长会那么多人 而且派了一只作战旅 去围攻轻易所在的十号城市 他对你父亲有怨气也正常 我相信 你们的友谊早晚会回来的 李克看着窗外没有说话 车辆驶入航空港 却见一艘喷涂着十号城市 字样的甲级扶空飞艇 停靠在最显眼的位置 周围 还有十多艘民用的 丙级运输飞艇 沁市成员正忙碌地 往上面搬运物资 来到这里 才能深切地感受到 战争正在来临 所有人都在争分夺秒 见他们到来 甲级扶空飞艇打开舱门 轻易从悬堤上走下来 来到李克面前 一拳锤在了李克的肚子上 李克没有躲闪 必急了 这一拳并不轻 轻易站在李克面前 阴沉着脸色还手啊 不敢还手吗 李克缓缓止起 邀来你被围攻了 心里有气是正常的 轻易冷笑道 你以为我是因为 你父亲参与围剿 家长会生气吗 我是因为你这么颓废 才生气李克愣了一下 下一刻 远处传来呼喊 装运玩滑 轻易转身往扶空飞艇那边走去 我没时间跟你说那么多废话了 西大陆又抵达两支舰队 很有可能还有两座空中要塞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大家都很忙 所以 赶紧滚去挑战你的生死官 先生从西大陆回来的时候 你最好已经是半神了 李克也毫不犹豫地转身 朝航空港外面 走去回西南大雪山 过生死官 第959章 刺青 联邦北方 一架里式的甲级扶空飞艇 继续向北飞行着 右行驶将近200公里 远处苍穹上 屹立着一座浩瀚的空中要塞 通体黑色 显得格外肃杀 当扶空飞艇靠近时 空中要塞的烛火力炮 在底部滑轨上移动 自动锁定目标 李氏的扶空飞艇并未继续前进 而是静止地降落在地面 舱门打开 李云兽站在一 旁的空地上 眺望着天上那座空中要塞 一言不发 黑水号抵达东大陆联邦 这就意味着 黑水城的势力 已经与风暴城舰队会合 黑水公爵来了 这一次 罗斯福王国没有急于南下 反而停下来 开始收拢北方神代 鹿鸟的六座城市 在这里建立新的政权 以及数量引多的秘密军事基地 城市里大量轻壮劳力 被强行征用 全都成了奴隶 如今 南方在抓紧时间撤退 而北方已经是哀嚎遍野 下一刻 黑水号上飞来一艘浮空飞艇降落下来 藏门打开 一名白人居高临下地看着李云兽 并用整脚的中文说道 李云兽 是我 李云兽点点头 搜身 白人说道 他身后两名士兵冲过来 完全不顾李云兽的身份 几乎要将他的衣服撕碎检查 李云兽作为东大陆一家财团之主 本该有着更高的政治待遇 但现在却被人当作牲口一样对待 李氏浮空飞艇上的高手 愤怒地想要冲上来厮杀 然而李云兽抬手 无妨 检查完毕 白人对他招招手上 我们的浮空飞艇 黑水公爵要见你 黑水城的浮空飞艇快速升空 他来到黑水号上空 等待甲板上的合金闸门打开 才缓缓降落 几名黑人奴隶 压着李云兽 宛如压借着一个犯人似的 来到指挥室 黑水公爵坐在指挥席位上 俯看着下方的李云兽 用英语问道 你就是李氏的家主一旁 有亚裔时间行者 用中文翻译 你就是李氏的家主 李云兽点点头 我是 黑水公爵饶有兴致地看向李云兽 你有什么要求 李云兽平静说道 李氏子弟 全部以公民身份入籍 李氏所管辖城市居民 全都成为自由民 不入奴籍 黑水公爵哈哈大笑起来 一家财团 竟然想保护自己治下的羔羊 有意义吗 李云兽说道有 北方六城居民 已经全都入了奴籍 我很清楚 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 你们有了李氏的帮助 统一东大陆会更加方便 更加高效 代价不过是给我李氏 三万一千九百十二人 一个公民身份 还会获得上千万的自由民 这对你们来说 是一个无本的买卖 非常划算 如果我是生意人 那么 这确实是一件很划算的生意 黑水公爵慢慢收敛笑容 但很可惜的是 我是统治者 李云兽抬头看着他 我需要付出什么 黑水公爵笑着说道 在我看来 整个东大陆 都已经在国王陛下的手里了 只是你们 还没看透这个结局而已 当然 你的要求也并不是难事 你李氏的人可以不入奴籍 但你要成为我的奴隶 话音刚落 两侧有人冲来拉扯着 李云兽的双臂 将他固定在一张椅子上 还有一个白种女人 拿着自动化纹身工具 短短十多秒 便在李云兽的额头上 纹了两个汉字奴隶 李云兽没有挣扎 他只是眼神灰暗的正正 坐在椅子上 黑水公爵 以及指挥十里数百名士兵 都拉笑插看向他 别担心你是特殊的 接下来 我罗斯福王国 所碾压过的土地上 除开你李氏的子民 届时都会纹上这两个字 他们会成为 罗斯福王国的奴隶 他们的子女 你李氏的后人 都会感谢你的牺牲 这就是战争的 真正残酷之处 他不仅要摧毁你的身体 还要凌辱你的意志 在想象中 战争就是你来我往的 把对方消灭就好了 但战败方受到的屈辱 将伴随上百年 数百年 女人会成为生育工具 男人会成为 牲口一样的劳力 这就是联邦如果战败 将要承受的代价 现在 黑水公爵 就是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李云兽已经成为了他的奴隶 以此来击垮李氏最后的意志 当李云兽再出席任何公开场合 所有人都会看到 他额头上的两个字 黑水公爵声音渐冷 第一件事情 李氏部队要在两天之内完成集结 开始攻打西南庆市 不要让我发现 李氏在耍滑头 不然你李氏的所有女人 我都会尝试一遍 然后让罗斯富王国的所有贵族 都尝试一遍 第二件事情 李氏 要在三天之内 拿下十号城市 并将十八号 十号城市 建成我罗斯富王国的前进基地 所有物资都必须向那里集结 第三件事情 通缉你们李氏的李氏的李长青 他带走了李氏的空中耍色 让王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抓住他 带他来我这里 李云兽深吸一口气明白了 扶空飞艇将李云兽送出空中要塞 黑水公爵坐在指挥席位上 一旁副官低声问道您 相信他的忠诚吗 黑水公爵冷笑道 我并不需要他的忠诚 让人看好李氏的那些人 一个都不准离开十八号城市 只有这些人还在 李氏就必须成为我们这台 战争机器下的滚滚车轮 李云兽敢拿李氏三万多人的性命 当筹码 他不敢 人 这对于一个家族来说 是个很庞大的数字了 几乎度括着李氏的所有核心子弟 如果他们死了 李氏也就没了 此时此刻 黑水城的扶空飞艇降落下来 白人嬉皮笑脸地打开舱门 将李云兽推下扶空飞艇李云兽 缓缓走出来 李氏的士兵们 正正看着他额头上的刺青 一个个在屈辱中因愤怒而面色通红 那白人就站在悬梯上看着他们 解开裤子 朝 还是李氏高手眼疾手快 拉走了李云兽 不然这尿液就会溅到他的身上 李氏士兵打算动手了 然而李云兽却拉着他们大局为重 白人哈哈大笑着关上舱门 扬长而去 李云兽等人 回到自己的扶空飞艇里 所有人都压抑着没有说话 跟他们拼了 有人高声说道 我们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屈辱 这是我们的家主 他们竟然在我们家主脸上刻字 也有人叹息道 拼了 然后呢 说一句拼了容易 那我们的老婆孩子呢 谁来保护他们 家主 跟他们谈得怎样 李云兽点点头 李氏所有人都不会入奴级 这时 他拿出卫星电话 发出一条消息 来的不只是黑水城舰队 还有凤凰城的 我呀 见他们的土兵交谈时 说了凤凰城舰队已经拖达的事情 发完 李云兽将卫星电话交给身旁的李树 销毁 李简低声问道 这是您从空中要赛上听到的 嗯 李云兽点点头 很多人在经历了李修瑞统治的李氏之后 会下意识地拿长子李云兽 与这位老爷子做比较 李云兽继位后 所做的事情大多都是守城 并无开拓 所以 网络上会有人评价 李云兽在历代李氏家主理相对中庸 并无经验之才 可事实上 很少有人知道李云兽的过往 他以当年第一的成绩考进清河大学 在大学期间很低调的 没有担任任何学生会职务 甚至很少抛头露面 但毕业时 却拿了三学位 哲学 政治经济学 法学 接任李氏家主之后 李云兽始终兢兢业地 待在书密处处理政务 只不过 大家还没看见什么政绩 便看见他向罗斯福王国投诚的消息了 李树低着头问道 家主 你也不想投诚的吧 这件事情 已经不重要了 李云兽拍了拍他的肩膀 向前看 浮空飞艇升空 历经两天时间 飞回十八号城市 当他在抱普楼前降落时 竟有数百名李氏成员 聚集在亭机坪上等待 李云兽走出来的时候 有女人走上来 朝他吐了一口唾沫呸 卖国贼 我们宁愿给人当奴隶 宁愿死 也不接受你所谓的庇护 又有人走上前来唾弃他 你也配当家主 你跟老爷子差远了 数百人轮流上前唾弃 李树等人想要保护李云兽 却被李云兽制止了 没关系 让他们脱骂吧 数百人骂了将近一个小时 骂累了才离开 李云兽衣服都湿透了 身上满是唾液的腥臭味 他缓缓走进抱普楼 脱掉衣服洗了个澡 当他洗澡出来时 路过镜子便停下来 静得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还有额头上的刺青 李云兽换好衣服走出房间 对门外的李叔说到 召集书密处的国策顾问 军事顾问 准备制定攻打西南的战略计划 李简问到您 不需要休息一下吗 第960章 我很满意 我的结局 李云兽回来后 书密处里正在召开会议 非常安静 而半山庄园里沸沸扬扬 那些李氏成员 看见李云兽额头上的刺青 全都炸不光是李氏成员 在讨论这件事情 连那些仆役都干脆罢工 不干活了 全在说 家主怎么能卖国求荣 李树带着一份荡 匆匆穿过半山庄园 当他听到仆役们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本想反驳 却最终忍住了 到了晚间 有李氏成员收拾了细软 他们组织好自己的车队 纷纷驶向大门口 准备离开半山庄园 前往西南 然而车队到了门口 却见李树带着卫数部队 堵在那里 李树的一位婶婶 在车上探出头去干什么 你们拦了家长会 难道还要拦我们吗 怎么 是不是要 我们像李云寿一样 额头上也刻个字 然后给别人当奴才 李树耐心说道 大家不能走 如果走了的话 家主和罗斯福王国达成的协议 就作废了大家放心 只要待在这里 不会有人变成奴隶的 那就跟他们打呀 为什么不跟他们打 有人在车里叫气差 就在中原跟他们打 我李氏就要跟他们硬钢倒点 李树有点无奈 打不过 树密处推演了几千次 第一次是打空战 对方在空中要塞掩护下 上百艘扶空飞艇 在30分钟内 就撕裂了我们的防线 第二次 是对方陆军直接发射导弹 摧毁了18号城市 我们的拦截导弹 根本拦不住那种轨道 和速度的导弹 第三次 是我们想要偷袭 结果敌方 可以预知未来 完全不给我们偷袭的机会 甚至还做了陷阱 引诱我们过去 往后的结果都一样 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对方没什么太大的损失 有细名师的上帝视角在 就像是经营战争类游戏 开了拳途一样 打也是 永远不可能抓到人的 当双方水平均等 一方开了拳途 一方没开 那么结果 就是灾难性的碾压 更何况 现在李氏的实力 还不如对方 你们特么的自己不敢打 那就让老子带着部队离开 老子带着部队 去西南跟沁城会合 让独立董事带着我们打打 你还是沁城的徒弟 当初在秋叶别院里学习过 怎么就不能像你师父一样有种 面对谩骂 李叔说道 不光是为了你们 还有李氏治下的上千万民众 他们不能成为奴隶 不能人人脸上刻字 抱歉了各位 你们还不能走 放心住在半山庄园里 生活物资一定会优先攻击你们 你们口口声声说 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 那让我们离开 不也是保护吗 一个女人质疑道 李叔摇摇头 你们走不掉 黑水城的侦察机 已经在18号城市上空了 来人 封锁庄园 话音刚落 卫城部队便将半山庄园 彻底封锁起来 没有家主给的通行证 谁也不得进出 李氏成员们绝望了 想跑都跑不掉 他们被摧毁了各自的住处 只能生闷气等待 半山庄园的某七角落里 有扑一起开一块砖头 拿出地下扑插的 用保险膜封好的卫星手机 发出消息 李氏成员没能走 李云寿已经封锁了半山庄园 书密处的会议还在进行 但暂时无法确定会议内容 与此同时 黑水号上有专门负责 对接的士兵 将信息打印成纸质的档 拿去给黑水公爵傀儡师的消息 黑水公爵看着面前的全息地图 傀儡师不可信 等我们的线人将消息传递过来印证一下 李氏这批人很重要 不要让他们离开 只要这些人在 李云寿就不会耍什么心思 另外让先锋部队24小时内 抵达18号城市 他们要负责监督李氏 将18号城市改造成前进基地 不要让李氏有机会做什么手脚 王氏西名师那里发来消息 黑水号在抵达18号城市后会遭遇袭击 但一切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此时已经有六名西名师的上帝视角锁定了我们 国王陛下也在看着这里 没有关系 李氏会彻底臣服的 这世上只有被打服的奴隶 才会心甘情愿在你身边当一条狗 但凡给他一点好看的脸色 他就会误以为 自己能重新掌握话语权了 黑水公爵坐在指挥席位上冷笑着 我们对于统治奴隶 有差上千年的经验 李氏书密处的会议还在进行 会议上 一位将领坐在长洲的右手边西大陆 现在就是希望我们来当炮灰 然后将李氏的军事力量全部消耗殆尽 到时候我们就会任人靠捏 没错 让我们跟亲事打 到时候联邦内部两败俱伤 家主 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什么筹码跟西大陆谈 大家最后恐怕还是要当奴隶 左手边 有人说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现在全部战战死 哪还有什么未来 万一我们的部队可以保存下来一些呢 而且不成为奴隶 总还会有一些争取政治地位的机会吧 李云寿坐在吵吵嚷嚷的会议室里 沉默着也没有遮蔽额头上刺青的意思 这个时间 西大陆已经开始向网络上 放出李云寿被刺青的视频了 东大陆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 烧死李云寿之类的言论 能刷满任何娱乐节目 所有全息影像打开 里面都是满满的弹幕 将节目内容遮挡住 这时 李树回到会议室 李云寿看向他怎么样 李树没有再给家主添堵 于是省略了中间的那些过程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李云寿点头 然后看向长桌两侧的将领们 我这边已经准备好既定战略计划了 各位照做吧 战后 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李树给所有人分发了一份当 交代他们尽快执行 将领们看了之后 面带惊讶非要这样吗 就在此时 一名将领站起身来 从腰间倒出配枪李云寿 你已经背叛了家族 背叛了国家 然而话没说完 李树便已经来到他身后 按下了枪口 砰的一声 子弹击穿了桌面 半山庄园里的枪声 意味着李氏内部 也彻底离心离德 李树死死地 将这名将领脑袋按在桌上 冷声对门外的 卫城部队士兵说道带走 管到18号监狱里去 一时间 李氏内部的气氛也变了 变得格外诡异 李云寿疲惫的挥挥手 都去忙各自的事情吧 将领们离去了 留下李云寿一个人站在窗边 默默地看插不远处的爆谱楼 灰色的瓦片缝隙里长了几株杂草 不复往日的干净整洁 连蒲翼都懒散了许多 唯有系着红绳的无心同龄 依然安安静静地悬在眼角上 李云寿依稀记得 那位骑士将无心同龄赠予李家的时候 父亲李修睿亲自搬来了梯子 爬到屋顶将无心同龄记了上去 如今一切都变了 就在此时 李云寿身后 那本该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里 突然传来声音后悔吗 李云寿没有回头 他只是看着窗外的爆谱楼 说到这个问题 我在这几个月里 问过自己无数次了 但没有答案 现在想改变决定 还来得及 不了 李云寿摸了摸额头上的刺青 未知我很满意我的结局 一个小时后 李氏部队开进18号 10号城市里 第一件事情便是征兵 第一批征兵 是将退伍的老兵 重新召回部 分发武器 整边收归部队 进行短暂集训 第二批征兵 便是强行征兵了 李氏开始带走 所有年满16岁男女青年 一起冲军 但这些人不是负责战斗的 而是负责修桥铺路 搬运食材等重劳力 有些人甚至带着孩子 被强制入伍 白天干活的时候 就只能把孩子给背在身上 牵在手边 庆市炸毁了 通往西南的19座桥边7条公路 旗帜炸毁山修 用以埋道路 等李氏想要征掉 民用工程机械的时候 却发现 庆市密摩斯下手更快 更隐蔽 隐藏在李氏地盘上的密碟 要损 早就将民间的工程机械 全部推毁 李氏一时间 找不到那么多的工程机械 西大陆又嫌他们动作太慢 李氏部队 便驱赶着平民 用人力来填补空白 第二件事情 李树开始带领魏城部队 镇压军队内的不同声音 亲自将那些不符家族管理的土兵 军官 全部抓进了18号 城市重建起来的监狱中 严密看管 中原还没正式爆发全面战争 就成了人间炼狱中 原本热热闹闹的城市 竟在几天时间里空了一大半 一些原本地标性建筑被拆除 航空港内部 清理出一大片空地 整座城市正在快速地被改造成 一座战争要塞 前进基地穿越第七天 18号城市上空 突然笼罩了一层乌云 城市里还留着的民众抬头看去 却看见一座空中要塞 以征服者的姿态缓缓降临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上百艘浮空飞艇 全面封锁了整座城市 晚上12点还有一张